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秋叶大佬的训练Laura模型的整合包工具 SD Trainer 它的这个整合包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Koya SSJUI的这个训练 训练参数呢 训练圆码和模型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秋叶大佬进行了一下整合和优化 还有中文化 也就算是中文化的版本 那么我昨天试着用这个秋叶的这个版本呢 训练了一个模型 我是找了圣斗式的图片素材 来训练一个模型 训练好的模型呢 只有36兆 但是也可以用了 训练完成的模型 是这个后面不带编号的这个模型 将这个模型呢 复制到Stable Diffusion里面来 我们去使用这个Laura模型 因为这个我们训练这个模型是 二次元是动漫的嘛 所以说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 Checkpoint这个模型 你要选择一个二次元动漫的一个模型 去给它生成 一开始呢 到了这个模型 会发现我们生成的图片 这种已经花掉了 模糊不清楚了 这是由于我们训练过拟合的原因 过拟合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Laura的这个权重呢 从1给它降到降低一点 0.6到0.8可以偏向于我们这个Laura 但不至于过拟合 你设置为0.4到0.5的话 它是偏向于Checkpoint模型 而仅仅加了一点这个Laura的元素 那后面呢 我把这个权重给它降低 降到0.6以下 0.4到0.6 我们看一下结果 那么这个输出结果呢 能保持好我们这个画面的完整性 还能够加上圣诺室的这种铠甲元素 就生成的模型质量上来说 秋叶大佬的这一款工具呢 和我们之前用Koya SSJUI的这个工具 去训练出来的模型结果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说谁好谁坏 只不过秋叶这个是更利于偏向于新手 而且不需要圆满安装 直接解压缩就能用 那么它的这个安装帽呢 我已经上传到我的网盘里面了 也分享给大家可以去下载了 大家可以直接去找秋叶大佬的 这个下载地址也是可以的 那么之前呢 我出过8G以下显存 Laura训练的安装 你操作步骤这个详解 那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Koya SSJUI的这个训练教程 那么之后呢 又出了一个Lokong Liquors Loha 训练模型的这个方法 都是8G显存以下的训练 所以说我们这个秋叶大佬的这个整合包呢 其实也是低显存可以训练的 也是8G以下的 它这个操作非常简单 我来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它这个操作 我们下载好它这个压缩包之后解压缩 你用国内加速更新或者是强制更新都可以 这个看你有没有魔法了 如果你有魔法的话 你也可以用国内加速 但是同时呢 你又能用这个强制更新 点一下这强制更新呢 就开始更新一些库 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启动脚本 就可以直接一键启动了 一开始我们启动界面是来到这个界面 训练通用模型 这里面你要设置一下 通用模型呢 就是用来训练Lola模型的基础模型 它存放在sd-models这个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去你之前的stable diffusion的这些模型里面呢 去找到你的这个V1.5 或者是V2.1的这些基础模型 去给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将这个模型基础模型的模型名字呢 给它粘贴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这个数据集设置呢 也就是放在这个train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train文件夹里面 这个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的比如说 这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里面要放图片的数据集 名字呢也有讲究 在里面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前面要打上一个数字 后面横杠 然后后面跟名字 前面这个100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16张图片 那么前面这个100 就是将我们这个16张图片呢 训练100次 就是100乘以16 都是1600 那么1600呢 再乘以我们这个训练相关参数 最大训练轮数 10 那么1600再乘以10 也就是总共要训练 16000步 训练16000步呢 大概需要4个小时 我是12级的显存 训练了4个小时 那么来说一下这个正则化数据路径 这个是用来存放你的正则化 什么是正则化 就是在之前的训练LORA的训练LORA分类图片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这里面是放分类图片集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分类图片集是怎么来训练设置的 可以去看我前面的视频 LORA分类训练 那么下面呢 是一个分辨率 512乘512的 如果你显存很低的话 设置乘512乘512的 中等的话设置为768乘768的 高档的话 你可以设置为1024乘1024 好 下面这个保存设置呢 这个我们要起我们的LORA模型最终生成的文件名 这是输出目录 输出目录保时默认 你不要变 因为这个也不影响你 然后下面是这个每几轮保存一次 它是每二轮保存一次 那么输出的这些模型的结果呢 就是2468 每过2保存一次 但是呢 总共它要保存5个模型 如果保存5个模型呢 也是你自己可以设置 你想保存10个就保存10个 想保存100个就保存100个 下面这个相关参 缺点相关参数 这个10呢 一般我们也是保持默认不动 如果你这个设置设置为20呢 1600乘以20 你就32了 32000步了 就再加4个小时 这个P4大小 如果你显卡非常好的话 也可以设置为2 显卡一般设置为1 学习率这个默认保持不要动 因为它这个学习率呢 跟我们之前 在StableDefusion这个学习率显示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显示的方式都是零点几 都是数字 它这个不知道代表什么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秋叶的这个参数的这个概念 这个保持默认不便 这些都是保持默认不便的 大家可以看它下面的这些中文解释嘛 这些中文解释一般都能看得懂 忘了给大家说 那个数据集是怎么来寻 数据集是怎么来产生的 数据集是在这个WD1.4这个标准器里面 这个标准器里面 我们把这个数据集目录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twin这个文件夹里面这个目录 目镜给它复制一下 给它复制到这里面 下面的参数我们保持不便 我们直接点启动 就能够生成这些数据集文档了 我们还回到新手这里面 这些可调的参数已经是比较少 我们就可以保存一下我们的这些参数 也可以读取我们刚才保存的参数 也可以删除进行管理 下面呢我们直接点击 直接开始训练就可以直接开始训练我们的模型了 如果你参数比较了解的话 你可以选择专家模式 专家模式这里面可调的参数更多 更为细节一些 那么既然我们是用AI 当然是让它更简单更好 我们更希望呢 是用一键导入别人设置好的参数去进行训练 因为我们自己去设置参数的话 我们对每个参数的概念并不清楚 也不知道生成的结果会怎样 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参数详解 大家如果想学的话 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些参数详解 好了那么今天呢 关于这个秋叶版的 这个低配版LOWA训练的整合包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那么请为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AI课程再见